大家好,我是小琪 今天给大家分享改善睡眠的小方法 很多人会在凌晨1点钟到3点钟醒过来 凌晨的1点钟到3点钟 是我们气血流入肝精的时间 如果说肝精不通畅的话 就容易肝火旺盛,肝气淤滞 出现失眠早醒的情况 那么今天呢 咱们就给大家分享三个小方法 来帮助我们疏通肝精 疏泻火气,疏干礼气 完结出现凌晨早醒的情况 首先,我们先要简单地了解一下 肝精的循行路径 具体咱们可以参照一下这张图片 第一个方法 是疏通我们肝精上的七门穴和张门穴 它的位置呢 在我们的两斜部位 疏通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咱们是用我们手臂 大臂的内侧做一个拍打 就像老母鸡拍翅膀一样 这样做一个拍打疏通 拍打的时候力度适中 咱们自己来掌握 呼吸均匀自然就可以了 不用刻意地调整 每次可以这样拍打五十下 第二个方法呢 是一个推按来疏通我们肝精的方法 坐在这里将两个脚心相对 让我们的腿形成一个环形 我们从我们的胸斜部位 开始往下推 在推的时候 用我们的双手的手掌 稍稍用力往下推过腹骨勾 然后沿着大腿内侧到小腿内侧 一直推到我们的双脚的脚掌 注意从上往下推是蟹 这里呢 咱们要输卸干火 输干礼器 所以说呢 咱们要从上往下推 每次我们可以这样推五十下 你在推的时候 会感觉到非常舒服 那么这些部分要推到发热 接下来呢 咱们给大家分享第三个方法 就是揉地筋 天筋藏于木 地筋隐于足 地筋在我们的双脚上面 干主筋 我们疏通地筋 可以疏干礼器 那么地筋怎么找 怎么这样 一只脚往前伸 另一只脚搭在你的腿上面 然后用你的手指 把你的足大指往后一搬 在这里呢 就会有一根筋突出来 用手一摸呀 有点硬 咱们推的时候 从足根的部位 一路往上推 这样用你的大拇指的指腹 进行一个推按 每次呢 可以推一百至二百下 把这一根筋揉得软一些 不要让它太硬 以上三个方法呢 就是咱们疏通干精 疏泻干火的方法 来调理我们凌晨早醒的情况 学会的朋友呢 可以每天坚持着去做一做 如果说身边有失眠早醒的人 咱们呢 也可以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他 生活中有这么一群人 经常地感觉到口干口苦 而且呢 还伴有凌晨早醒的一个毛病 总是在凌晨的三点到五点醒来 那么醒来之后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烙大饼一样 就是睡不着 只能等到天亮起床 那么针对这些朋友呢 咱们可以尝试练习通肺经的动作 因为在凌晨的三点到五点呢 是我们十二经络留住肺经的一个时间段 如果说咱们在这个时间段早醒了 就提示咱们的肺经可能存在不通畅的情况 那么疏通肺经也非常的简单 大家呢 可以跟我一起来学习一下 如果说家中的老人 父母有凌晨早醒的一个情况 咱们可以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他 首先呢 咱们先要简单地了解一下肺经的巡行路径 具体呢 咱们可以参照一下这张图片 手太阴肺经巡行在咱们手臂的内侧 大概在这个位置 那么疏通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咱们伸出你的左手 将你的手心往上 把大鱼记这一块往上 用你的另一只手握空心拳 用指关节的部位啊 沿着这条线往下敲打 注意 我们在敲打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格外疼痛的点 也就是提示我们的肺经存在不通 咱们可以关照淤堵点 进行一个重点的点柔或者爱酒等等 把这个地方呢 给疏通开 还有可能会有出沙的现象 也比较常见 大家呢 不要过于担心 等我们的经络疏通开了之后呢 就会自行消失缓解 如果说出沙的情况比较重 咱们可以等沙退了以后 再进行敲打 我们这样 每个手臂敲打20至30遍 敲打完一侧之后 我们换另外一侧 同样的方法 如果说咱们家里面有经络拍 或者按摩锤的话呢 那就更好不过了 练习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发现 你凌晨早醒的一个毛病 会越来越少 我们的睡眠质量呢 也会有所提升 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个 专门改善咱们肾气不足的方法 肾气不足通常有哪些表现呢 一个是白头发 再一个呢 脱发情况比较严重 再有呢 就是肾虚 这种情况呢 不仅仅出现在咱们男性朋友身上 咱们不少的女性朋友呢 也有这种情况发生 那么咱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动作呢 叫做还阳卧 还阳卧可以迅速聚集咱们的肾气 感觉身体非常的热乎 阳气十足 非常有效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动作应该怎么去做 首先咱们说一下 这个手应该怎么放 这样 食指对食指 中指对中指 这样炸开 咱们先记好这个手势啊 接下来 咱再说一下 这个脚应该怎么放 脚心对脚心 脚后跟往会阴处贴 尽量地贴 然后咱们把双手放到后背 用刚刚教过的手势 保持好这样的动作 往下躺 双膝盖自然往下放 这个动作呢 就叫做 完阳卧 刚开始做呢 大概在十几秒钟的时候 会感觉小腹部 以及这个手脚 非常的热乎 非常的舒服 每天睡前坚持十分钟 坚持半个月呀 你就会发现 自己的这个脱发 白头发 以及这个肾虚这种情况 就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改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大家一起互相学习交流 喜欢的话 记得点个关注哦